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興要跟各位分享玩具啦 那當然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玩具呢 想必你們應該手邊都拿到了 還沒有拿到的朋友呢 當然 等待吼 那如果 在決定要不要購買的朋友呢 當然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再考量看看你是不是要把這隻玩具帶回家 那今天要 分享的是作為一個 Asian Toys 在2023年所推出的一個最新的玩具商品 那當然 拿到的版權呢 是美版的Voltron 聽說日版的版權已經沒有了 所以都只能 你會後面會看到全部都是Voltron 你已經看不到 武師合體百獸王 後面會看到都是Voltron 那這一款呢 當然 你可以叫他武師合體 或者是聖戰士 隨你高興就好 那當然這一款呢 我們當然隨便怎麼叫啦 Voltron 這個商品武師合體 那盒子呢 大概就是一般Asian Toys的玩具一樣這麼大 後面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合體的一個造型意識圖 獅子 然後呢 四隻這樣子 那這款玩具呢當然 認真說起來 他真的是還蠻有誠意的 雖然呢 他從公佈他的一個官圖 一直到 發售 其實時間真的非常的短 但是交出來的功課呢 其實也還不錯 不過玩具一樣有好有壞啦 當然看我的影片就是要看玩具的好壞嘛 對不對 那沒有的時候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介紹吧 那鏡頭前面呢就是這一隻Voltron的大部分的所有的配件了 那當然呢你看他從鏡頭前面看就是非常的豪華 每一隻都有每一隻專屬的獅子的配件跟武器 然後當然還有大合體的武器 大家會跟各位再另外介紹 那非常有誠意的是這一次的Authion Toys給了這一隻Voltron呢 他有 這麼厚一本的說明書 自從六成合體之後呢 我已經沒有再看過這麼厚的說明書了 只有讚而已 那這次的說明書呢顧及了 很多不同地方的觀眾 所以他給了英文 日文 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 這麼多的語言給各位 當然呢配件就在旁邊這邊 這麼一頭拉苦這麼一大堆 等一下一一跟各位介紹 然後裡面就是每一隻的變形跟配件的使用方法玩法 然後呢 跟大合體的概念圖 然後後面是整隻的合體完之後的一個可動性 跟武器的一個裝備 還有一些 就是美化配件的裝備 然後這是他的一個 插圖 這麼厚一本 無聊一事可以翻翻看啦 有沒有看邊啊 那玩具呢一樣一隻一隻跟各位介紹 首先當然要介紹黑獅子 作為一個本體黑獅子這邊 那當然這支影片我們就不介紹駕駛員了 直接單純介紹玩具 那這隻玩具呢 當然他身上有會使用 因為他是1S合金嘛 所以身上會使用到不少合金的成分 單體可能沒有那麼有感覺 合體起來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拿起來蠻重的 那當然整隻黑獅子就像這樣子 為了 他的造型就是最Q版的這種 所以會發現頭大大的腳短短的 存到科基 長得像科基 那耳朵這邊呢使用的是電鍍零件 當然他符合了我最不喜歡的電鍍 塗裝 跟合金 三個都 極權了 當然啦為了介紹還是 難怕得買了 因為這隻其實 還不錯啦好玩 那耳朵整個都是電鍍零件 然後身上你看到的全部都是拳擊塗裝 除了關節之外 那當然呢武器的裝備呢 旁邊這邊這兩個地方可以翻出來 這是裝他的一個合體時候的一個卡槽 那在單體的情況下這裡翻出來之後呢你可以把兩根這個砲 給他裝在這個上面 像這樣給他裝進去 他會像這樣裝在旁邊 兩根砲 給他裝進去 然後呢 在這隻黑獅子的嘴巴這邊打開之後呢上面這裡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凹槽 這就是可以把你的這個他嘴巴的那個咬件可以像這樣把它放在嘴巴上面 然後咬著他就被像這樣 撕咬劍 這樣 還蠻帥蠻酷的啦 那腳腳的可動度跟身上的其他可動度呢 當然頭部他就是一個球形關節 不過連的很淺所以大概就像這樣左右 旋轉呢就是使用這個脖子這一塊 這塊脖子的關節旋轉 365度 但是這邊其實他這裡還有額外一個球形關節 但是 轉動的幅度其實不是很高 因為他這邊還有一個 凹槽會剛好把這個頭部這邊塞在這個凹槽這邊 所以他其實可動幅度沒有那麼的大 然後腳腳呢就是像這樣子很單純的就是前後踢腿 然後這邊有多一節可以活動的關節 然後這邊這一節是可以活動的 123 但是呢這邊這一整個呢就是我最討厭的電鍍 塗裝電鍍加合金 電鍍最討厭的電鍍 整支幾乎百分之 不要說百分之百 最好百分之三四十都是電鍍 真的很誇張另外兩支你就看就知道 腳跟手手你就知道了 然後後腳這邊呢是一個銀色的塗裝零件 然後搭配這個電鍍 也是一個前後踢腿 這節可以活動 然後這一節是齒輪關節可以活動 然後在作為一個獅子造型的時候呢 為了讓他獅子的腳更貼地呢 這邊有做一個 額外的一個腰可以活動的關節 讓他這邊往前拉之後呢 這個腳這邊你可以不用折的很低 就可以讓他腳可以貼地 那椅巴也是可以活動的 整塊骨關節這邊呢都是金屬零件 整塊下半身攬帕這邊這一塊都是 金屬零件 那這邊讓我覺得有些比較可能不是ok的地方是這邊這一塊 在日版的Voltron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日版的Voltron呢 他這邊會額外再多一個凹槽 就會變成這裡呢 就會銀色的部分跟紅色會形成一個像十字架的東西 那是一個設計 那這一次這一支呢他就只是像這樣子 就是美版Voltron的設計 日版的百獸王他這邊還有多一個 細節 讓他變成是十字架 這個盾牌就會變成像十字架的東西 那這個設計啦在 孩子寶還是哪一個公司啊好像是 沒有那個在那個彩星 彩星推出的那一支 16吋的那一支 五師合體裡面他有做出這一個特徵 但是呢其他公司的好像就沒有做出來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這支也沒有 就是單純像這樣子而已 然後翅膀一樣就是變形的狀況下是可以做到一個翻轉開合的 單體就像這樣子而已 這樣 第一支黑獅子 然後介紹這支紅獅子 Red Lale 紅獅子 紅獅子呢基本上跟綠獅子的造型是一樣的 當然只插在他們的一個外部裝的配件 這個外裝配件 那當然紅獅子的一個配件呢可以像這樣裝在他的手手旁邊 他旁邊這邊都各有一個凹洞 這個凹洞可以讓你把這個配件裝在這個上面 拉像這樣子 然後呢一樣 嘴巴打開呢可以撕咬件 他的個人的武器可以像這樣咬在嘴巴上面 像這樣咬著 也可以形成他的撕咬件 裝配件 然後呢後面這一塊在這個單體的情況下 這裡也是可以拿開的 拿開之後呢可以替換這種專屬的這種 打開的那種這種造型的配件 像這樣子 然後裝設的這種配件感覺有點鬆因為沒辦法 他 功差其實說真的這邊這個武器的裝配呢 其他支都沒有算得很好 所以就是 裝的會比較容易掉 不過在單體這樣把玩之下其實這些配件你也都不太需要裝 知道一下就好了 安捏 裝起來配件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你們各位比較擔心的 這隻兩隻獅子的手 其實都擔心會不會是同一個零件下去同模翻 其實不是 各位發現兩隻的造型都不太一樣 就是全新開模 OK 只有腳是一樣的其他都是全新開模 很有誠意啦 那整隻就像這樣子 Everyday 一樣是科基的腳腳 蠟腸的身體 尾巴就像這樣短短的一小截 那沒有意外的話這個尾巴應該是合金零件 只要我沒有摸錯的話應該是合金零件 這個一樣先放旁邊 不然這個還蠻容易掉的 然後呢可動性 一樣頭可以像這樣旋轉365度 完全沒有問題365度 那當然前後只有一點點 因為這次做得很深 然後我發現其實沒辦法拉出來 拉出來 感覺好像拉不太出來就像這樣子 就沒辦法再做到一個更高的左右 就是旋轉而已 沒辦法再拉出來 我試過好像不太可以 如果要擁著 可以再拉更深的話 你看看能不能拉出來 我是個人是試過不行 腳就是一樣前後踢腿 前腳後腳都一樣 一節 兩節 三節 尾巴可以像這樣短短的可以這樣活動 然後身體這邊的因應 變成合體之後的樣子 這裡可以左右活動 還可以另外一個額外拉伸出來的關節 可以左右活動 這節也可以旋轉 這是合體之後的一個可動度 這樣 那一樣全身都是塗裝 然後這一整塊都是合金零件 像這樣子 一樣放邊 這是紅獅子 然後綠獅子呢 基本上我就不用 太認真介紹 我就簡單帶過 綠獅子也是跟紅獅子一樣 一樣一些配件都可以裝在他的身上 左右邊都可以塞 然後呢 一樣他的武器這個綠色的屍咬件 一樣可以給他放在嘴巴裡面 我們全部都一律叫他屍咬件 因為每一支武器都有每一支武器個人的名字 每支都叫 很麻煩 不過說明書裡面都有寫 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非常貼心的地方 說明書裡面呢 他有把每一支的那個武器 紅獅子跟他合體武器的準備 裝備武器他全部都有像這樣用中文表示出來 所以其實是還不錯啦 蠻有誠意的 然後綠獅子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跟那一支的可動度是一樣的 只差在身體變成是圓的 不再是另外一支那種方方的 全新的開模零件 可動也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簡單帶過 這樣 然後呢 作為腳腳的擔當 這是藍獅子 我們先抓藍色 藍獅子 造型上呢 跟 黃獅子呢 也是完全不同的零件 各位看一下 連臉部啦 跟一些其他的完全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是一個全新開模 你們也不用擔心是 同一個零件直接翻用 不要被當年的招財貓推出的那一支給騙了 齁齁 各位看就像這樣子 不要因為那一支就嚇到了 阿森Toys很有誠意你看全部零件都是全新開模 除了腳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全新開模的零件 兩支都不一樣 那藍獅子齁是長這個樣子 當然呢他的合體的一個配件齁這裡 這邊要額外跟各位講 這支呢可能就比較可惜 合體的配件呢 你必須把這邊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才可以把他的一個 這種 組合成這種 武裝的這種配件呢 裝在他的手手上面 這邊就變成像這樣裝起來 你必須要插把這個東西 他不是像那個黑獅子一樣直接倒了去 必須要把這個左右邊這邊打開 才能夠塞武器 乾算了不塞了就這樣子 然後呢嘴巴一樣可以放撕咬劍 一樣裡面有一個凹槽 可以把這個獅子武器放進去裡面讓他咬著 像這樣撕咬劍 阿捏 然後呢這支呢上面這裡呢 額外這邊有一個 這個地方也可以打開 拿下來之後呢可以換成 他的一個專屬的一個 武裝T1配件 可以把這個武裝像這樣展現出來 細節來說真的是 豐富 滿滿的 那 這支的可動性呢就比他的 那隻兩隻獅子的手呢好多了 各位發現他頭部這邊呢額外有多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讓他抓到一個左右 然後基本上啦 旋轉是沒有問題的 左右可以像這樣左右旋轉 完全沒有問題 上下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沒有辦法365度旋轉 因為這邊有一塊卡住 如果你要365度旋轉的話就要把這一塊拿起來 他只要閃過這個零件就可以365度了 不過這是僅至於他的合體狀態下 單體就像這樣子而已 那腳腳呢的可動性 我們這個先拔掉好了啦 把這個先裝回去 腳腳的活動性 一樣傳統的前後踢腿 然後這邊也是前後 不過多在這邊多了一個可以往外開的一個關節 可以讓你的獅子呢在前面看起來是像這樣子 開開的有一個 有點像蹲下去的那個動作 這邊額外做一個可以開開的零件 等於這邊多了這邊就是一個球型關節 搭配一個外開的零件 外開也可以旋轉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在一個前後的一個踢腿零件 腳指頭這邊也是一個一個前後踢腿零件 然後因應這個外開的零件呢 這裡額外有做一個可以旋轉的 腳指頭這邊各位看一下 近距離一點 腳指頭這裡也做了一個額外的貼地零件 你看這裡是可以做到貼地的 等於為了因應這個開開的零件可以多一個貼地 你就知道他媽這次這一隻多有誠意了 嘴巴一樣可以開合嘛對不對這沒有什麼問題 就臉比較看起來是叮叮這樣子 因為他作為一個腳掌的一個前肢 這邊不能做太大 就像這樣子 其實很可愛啦 然後從前面看 側面看你也其實不太覺得他 好像怪怪的也不會 就是這樣 很和諧 有沒有 那後面這邊呢就是他這個合體的關節 當然就像這樣裸露他沒有辦法蓋起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啦 尾巴呢是可以像這樣活動 這邊有個額外的一節活動關節 當然這一節就是他的一個變形結構的反匯 像這樣子 一樣把零件拆起來我們把它裝回去好了 然後另外一隻就是這隻黃獅子 Yellow Lion 黃獅子 黃獅子的 一樣是屍咬件 可以咬在嘴巴上面 屍咬劍可以咬在嘴巴上面 像這樣子兩個凹孔 放在牙齒這邊 牙控車 咬著像這樣屍咬劍 然後呢旁邊兩個武裝一樣是可以裝在左右邊 但是前提是必須把這一顆打開 兩個武裝一樣 附給他 砲跟這個 當然就不裝啦 因為拆來拆去真的是很麻煩 造型上跟那一隻是完全不一樣 各位看到後面這邊還有多了一坨 這整個都是新規零件 然後是合金 然後當然整隻也是 拳擊塗裝 這也是我最討厭的 這隻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塗裝 除了關節之外 少部分的關節 其他全部都是 拳擊塗裝 真的是很討人厭 當然你們喜歡塗裝的這隻一定是可以滿足你們啦 我個人是不喜歡 好不好 OK那當然呢 看了 每一隻的單體介紹之後呢 你們應該也比較想要看他的一個合體的對不對 那我們就沒有的時候進入一個合體介紹 在合體之前呢 我們要把這些所有的一些不重要的配件全部清掉 再跟各位介紹 來我先清掉一下 OK那我們來進入最重要的變形合體結構 那一樣五隻我們先把一些不重要的配件拆掉 來進入他的一個玩具的變形合體 首先先把一樣我們來玩他的黑獅子這一隻的變形 那這隻在變形的時候呢 我開始我要講他的缺點啦 注意一下 這一隻呢 因為他在設計上呢 他有一些很小很細小的小卡扣 如果你在把玩上一個不小心呢 很容易會斷掉 當然啦 可能再怎麼小心 他還是有可能會斷掉 那這邊要跟各位先講一下 至於是在哪裡呢 這邊各位注意一下這邊 反正我的已經斷了 跟各位講一下就好了 把手這裡先做個旋轉 來跟各位介紹 這裡呢他有設計一個可以旋轉 這個手手的旋轉關節零件 這邊是可以旋轉的 那你這邊看一下 這裡 裡面呢 這個地方 原本呢 這裡應該要有一顆 凸出來的小凸點 凸出來的小凸點 小凸點在哪裡呢 等一下給各位看 這隻手的還在 所以應該還可以看 這邊拉出來 旋轉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這邊呢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小凸點 這個小凸點 你在把玩上呢 如果你在變形的時候只要 變得不正確呢 這個小凸點很容易就會斷掉 那至於是為什麼會斷掉呢 來我跟各位講 接下來就是要教學了 來轉圈 在你那個 MOTRAN 在一開始要把它變成 獅子的時候呢 獅子這邊的手是這樣子 剛那顆小卡點就是要讓你這個獅子的 前面這個地方可以卡進去 你這邊就不會容易拉出來 當然沒有了那顆卡點之後呢 就像這樣 獅子的這邊很容易就可以這樣翻起來了 因為那塊卡點主要是把它的 獅子的胸口這裡跟這裡 撐起來 如果你沒有那塊卡點呢 這個是沒有任何支撐的 有的話這邊是 扳不開的 那塊卡點主要的功能就是卡在這邊 當然 其他的功能呢就是沒有 就是像這樣子而已 那那個壞掉會怎麼樣呢 其實也就是讓這邊 卡不緊而已 獅子形態下這邊卡不緊 就這樣而已 那當然你care的話 就小心一點 不care就沒差 正確的變形方式是呢 首先你要把這邊 這裡 稍微的向外拉 稍微的向外拉一點 這邊向外拉一點之後呢 這邊下面才可以往外拉 聽懂了嗎 不知道怎麼變的人呢 一開始一定是由下面這邊 把他往外扳 你一扳呢 那個卡扣就會歪掉 就會斷掉 所以記得是從上面 稍微翻出來之後呢 下面才可以打開 這個才可以確保他這個卡扣不斷掉 我都已經斷了 那翻起來之後呢 跟剛剛一樣我們就旋轉 然後變成這個紅色跟這個地方朝前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反正都已經斷了 轉起來讓他兩邊都可以旋轉朝前 這樣 然後這裡就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要幹嘛呢 接下來你要把這個角角的地方 做一個折疊 讓他收納在這邊 稍微折疊之後呢 這一節折疊 像這樣折起來之後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收納在這個三角形的這個空間裡面 像這樣子 然後再把這一塊蓋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再做一次 拉出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給他 折進去 閃過這個零件 給他收納在這裡 蓋起來 然後呢 翅膀這邊呢 給他翻開 翅膀這邊給他翻開 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給他翻起來 翻開 翻起來 旋轉 然後這邊有兩個呢 這個地方呢 在獅子形態下是靠攏的 機器人的形態下 這邊左右是要把他往外 拉開的 他會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Voltron這邊呢 就會多 兩個可以 那個 活動的一個活動關節零件 正常你要 當然你要把他扣進去也是沒有差啦 翻出來就可以多了一個 多一點的活動方式 活動了 像這樣子 那這邊 翅膀就會變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 旁邊兩根 把他翻出來 這剛裝泡的地方 這就是合體用的 手的那個插軸 這樣 然後呢 腰部的地方把他向後壓 他就變成直的了 尾巴收起來 腳腳一樣把他打直 腳掌打直 像這樣子 傳統的那種Voltron的那種合體的方法 只要你有玩過其他版本的五四合體 大概都是像這樣子 打直 然後呢 頭部這邊把他整個向下翻折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嘴巴這邊呢 當然 正確的合體是最後我們再來開啦 不過沒關係就像這樣子 先打開 嘴巴打開之後呢 他的一個 機器人形態的臉呢 就會像這樣露在 這個 牙 牙齦的上面 翻下來 跟著嘴巴一起翻下來 他的臉 非常的帥氣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這個地方呢 兩個小小的這個 旁邊的小耳朵翻起來 當然有時候你會發現你翻到這裡的時候好像折不太下去 因為呢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巧思設計在這邊 在以往傳統的那種五四合體在變形 頭部這邊翻起來呢 你會發現後面這邊都會非常的空 那這次的阿孫TOYS呢在這裡設計了一個 二重關節 一個荷葉邊的二重關節 你可以把它向下這樣拉 然後拉下來之後呢 這邊可以整個 變成一整塊 然後蓋在他的後腦勺這邊 後腦勺這邊就會變得一個遮蓋很漂亮 這樣有沒有 就不會露出來了 然後這個地方只要你翻下來之後呢 剛你折不下來那兩個角的地方呢 也可以順利的把它整個折平 因為裡面就是一個自動卡扣 一個自動器把它扣在那邊 變好之後呢 基本上本體的變形就完成了 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手腳的變形是都一樣的 就是很之前跟舊版的玩具都一模一樣 腳照著一個角度把它收進去 這樣給它收進去 前腳就是像這樣往前折給它收納進去變這個樣子 這個其他支的系列 百分之九十應該都是這種變形方式 然後呢 尾巴後面這邊有個殼把它打開 然後尾巴呢給它收納進去 像這樣子 收進去之後蓋起來 那這邊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各位有在反會說 就是我朋友在反會說 哎呀尾巴收進去之後幹如果真的沒有拿工具的話真的是抓不出來呢 對啦確實是這樣子 如果你手邊當然有工具一樣用工具 如果沒有的話呢 一樣一個小學竅 這邊有一個 它尾巴這邊你稍微把它旋轉 你會發現它的尾巴就會像這樣 可以翻出來 收進去之後呢你只要這邊稍微壓一下 然後往下稍微施力 像壓一下往下施力 你看尾巴就會從這裡翻出來 不要用手指頭去摳不要那麼笨 好不好 按捏 然後變好之後呢左手右手你就分清楚 按捏 另外一支一樣我們再來一次 感覺好像那個電鍍的關係那個光線都不是很好抓 焦度 按捏 一樣收起來手腳 這個東西不用變太慢啦 就一樣的東西就變快一點 一樣尾巴打開 收進去 這樣就完成啦 角角的變形呢兩支也是都一樣 當然 嘴巴先給它合起來 這一整塊給它翻上來 翻上來你會發現連帶的這一整塊零件 這個零件就是它的一個後腳跟的零件 這是獨立的把它往後折 整塊就像這樣子變成一個前後腳跟 然後角角呢一樣就把它折起來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就折起來 跟一般的VOTRON一樣就是折起來像這樣子 按捏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翻到底之後折起來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 後支呢就是像這樣子給它縮起來 兩邊都一樣 縮起來 尾巴的部分呢這一個地方第一節先把它往下折 然後第二節再這樣折起來收納 這個也是一樣如果你要翻出來的話一樣是後面這邊壓著然後把它旋轉轉出來 如果第一次第二次用可能會有點緊 就借工具 不然就像這樣子 變形像就好了啦其實很簡單 另外一支也是一樣我們就變快一點 一樣尾巴收起來 頭部給它翻起來 這一塊脖子的地方給它往後翻 這裡就給它折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折起來 像這樣子做一個收納 腳腳給它收納起來兩邊都收起來 經過了幾個很簡單的變形步驟呢我們就變形完成了接下來就是組合 這次的合體呢就使用的是這個腳的這邊這個凹槽的地方 搭配這邊這個凸點 一樣插進去之後對準 組下去它就很穩都不會掉了這樣有沒有 另外一邊 這好像變成一個五四合體的基本套路了 基本的變形套路就插進去 這樣就好了 兩隻腳的變形就完成了 手呢一樣就是這個地方凹槽直接對卡孔 不用囉嗦直接給它插下去就對了凹槽作為卡孔 左右手分清楚不要裝錯邊 這樣左右給它合起 那經過了幾個來調整一下 幾個簡單的變形步驟之後呢 這款VOTRON五四合體的一個變形就完成了 登登 就你鏡頭前面看到這個樣子 它合體之後呢其實還蠻大隻的啦 蠻大隻的 一樣齁 與其讓你拿一些很奇怪的東西來比較 我們一樣就是征服世界 這是一般外面販售的600CC的礦泉水平的一個大小 各位鏡頭上看到這樣子 600CC的礦泉水平的大小 大概就到這邊 征服世界的這個世界這邊 爪娃魯島這邊 這樣 這樣的大小 那拿在手上我跟各位講的 因為它就是有合金零件 每一隻都有 所以單隻你可能沒感覺 組合起來呢就拿在手上是沉墊墊的 真的是感覺非常的重手 超讚 手感很好 然後呢正面側面背面呢 不會因為它是可愛版這種Q版的 就好像有什麼 肉簡肉啊或什麼的幾乎都沒有 非常的完整 變形非常的完整 那可動性跟造型我們來detail一下 當然detail的造型就發現 而且前面這邊呢一樣又是有一個它 Motron很 招牌的這個 十字架跟它的王冠 然後這個裡面的顏色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然後頭雕呢個人覺得非常的帥氣 不過很可惜它沒有再付另外一個可以替換那個髒嘴的頭雕給你 類似那種蛤蛤蛤的那個樣子 如果有的話呢 這隻應該更厲害 因為照以往阿森TOYS的那個慣例啦 它應該都會付一個眼睛可以發光的那個 頭雕那個透明的那個給你 可是這一次呢不知道是成本的關係還怎麼樣 它就沒有附了 正常以往的阿森TOYS這邊應該有附那個發光的面向 可惜啦 不過算了啦 因為 完全變形嘛 面向就像這樣子 可動性方面呢頭一樣是可以左右 上下活動 當然365度是比較考驗到後面這個脖子的關節 365度基本上上面這一層上面這一塊是沒問題的 就剛剛那個十字的旋轉關節 然後下面這個脖子的地方也可以做一個旋轉 這邊也可以 不過呢 因為會剛好卡在這個凹槽這邊 這邊有個凹槽 所以可動性來說可能沒有那麼好 就365度然後上下活動其實OK啦 你要仰賴是仰賴到獅子的脖子這一塊 不要仰賴他的脖子跟身體連結的這一塊 是兩個零件啦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聽不聽得懂 聽不懂就自己買回家自己看就知道了 然後呢 呃 肩膀這邊把翅膀稍微閃開呢 一樣是365度旋轉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轉其實也沒有關係 然後呢這裡有一個橫向的可以一個橫向的向上開的一個關節 可以讓他整個手臂像這樣向上引舉這樣子 可以旋轉365度沒有關係 然後這邊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獅子這邊腰這邊一個旋轉關節 橫向365度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呢 手臂這裡呢我跟各位講了嘛 他很意外的是給了你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活動關節 所以可以折曲 這樣可以折曲的角度非常的大 甚至這裡可以拉出來 讓你作為一個石王劍在拿持的時候呢 可以變成雙手持劍的一個動作 這裡呢旋轉角度只要夠的話呢 這塊拉出來 他可以做出一個像這樣一個雙手持劍的動作 這樣靠近胸口那個雙手持劍的動作 還蠻酷的啦 不過我是建議各位不要用因為 感覺還蠻緊的 很可怕 所以一個手臂的活動度 然後加上這個獅頭的地方是可以旋轉 365度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獅子的嘴巴一樣也是可以開合 然後獅子裡面這個卡扣呢 就是讓你裝他的一個 石王劍跟他的那個 一個什麼雙什麼什麼 這個什麼擠啊 反正他的裡面有名字 然後就跟各位介紹 讓他裝他另外的三個武器用的 好那當然這一隻呢 優點也有缺點也有 可動性來說呢缺點就是腰 為了這一塊腰排 好這個腰帶這邊呢 因為他 腰帶是做到這個地方的 所以他限制了他的可動度 所以這隻腰呢 基本上是不太能旋轉的 只能這樣子 他只有這樣子 不要有指望什麼拉起來可以加可動度 沒有 就是這樣而已 他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沒辦法365度旋轉 這是我覺得還蠻可惜的地方啦 那腳的可動性來說呢 這邊因為他這一塊是金屬零件 跟他前踢腿大概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不怕靠踩的話啦 後踢腿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齒輪關節可以側開 側開也是大概像這樣子 因為這邊會擋到 然後呢橫向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一樣可以橫向旋轉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呢膝蓋 膝蓋 從這邊看比較清楚 膝蓋呢這邊 獅子本身是帶一個 可以拉出來的膝蓋關節 所以看膝蓋可以折曲超過90度 勇者式飛踢 Tierry 也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他是 Everyday這種三四頭身的這種身體 所以他腳在折曲的時候 這邊看到 很明顯的就是會比較空洞 當然啦 你要 其他做可動的話 大概就像這樣 彎微微彎就好了 不要這種勇者式飛踢這樣子 感覺很誇張的話 這裡就會很裸露 然後腳好像感覺這邊就會比較長 這裡就比較短 會變成一隻腳 長腳那種感覺 所以不建議各位啦 好不好 阿捏 然後呢腳踝這裡呢 一樣剛剛那個變形結構的關係 有個前後活動 頭這邊可以左右可以變成一個接地 腳的接地關節 然後呢 阿森TOYS的東西呢 最酷的是呢 他跟 Super Mini Pula SMP 一樣都會多做一些 很匪夷所知的可動關節 這隻也有 他這裡呢 這裡跟這裡呢 就是兩個活動關節 可以像這樣拉出來 增加這裡的一個可動性 可以做到一個前後的一個增加可動性 這裡有一個 連接的旋轉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更靠北的摺區 不過我相信你們應該也不會想要把這個關節拉出來用 因為太可怕了 大概像這樣子就很好了 這樣有沒有 好 好 那當然啦 一樣我說過 這隻玩具本身裡面有附給他 原本就是作為一個合體時候會使用到的一個武器 食王劍 食王劍 那食王劍的設計呢 就是那個美版VOTRON玩具的那個 食王劍的設計 像這樣子 非常的華麗 整支就是金屬漆加電鍍 最討厭的電鍍跟噴漆 食王劍 然後 從小時候一直以為是盾牌的旋轉刀 一直以為是盾牌 其實他是旋轉刀 你不講我怎麼知道他是刀 他是旋轉刀 他不是盾牌 當然啦 我們都把他當成盾牌來用 這樣 然後跟他的這個太陽戰矛 這玩意我是第一次看到了 太陽戰矛 然後他是可以像這樣左右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VOTRON的 這種雙手拿著一個超長戰矛武器 當然這邊左右兩個卡扣 你也讓他變成單支可以左右拿變成兩支 有點像是那個劉備的鴛鴦 鴛鴦雙劍 就是可以像這樣 兩支這樣 然後也可以組合成一支 然後拿齒的方法呢 這支 食王劍的拿齒方法呢 就是把嘴巴打開之後呢 一樣我說這邊有一個卡扣嘛對不對 食王劍的上面就會有一個凹槽 這邊有一個凹槽 就是可以扣在卡扣裡面 然後稍微要閃一下 不要去靠到那個獅子的臉的漆 不然就會靠 靠到沒辦法 這樣給他安裝進去 握起來 這樣子就會變成他食王劍拿在手上的姿勢 像這樣子 當然小時候以為這個是盾牌 其實你也可以把他像這樣子拿著之後呢 一樣可以裝下去 這個地方是可以分開的 把他裝下去 握起來之後呢 再把這邊卡孔加凹槽給他裝下去 就會變成像這樣雙手拿 很像拿盾牌 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 這玩意兒是 刀 他是武器 他不是盾牌 你就知道我多不專業了 那合體之後呢 跟那個他的一個拿武器後的造型真的是帥氣 搭配到阿森托伊斯本身給的非常高的一個可動度 真的是 放在櫃子上光這樣子就很帥了 然後玩具本身呢有附上那個阿森托伊斯每一隻都有的這種 一模一樣的腳架 這個腳架就是中間這一根是金屬的 然後搭配前後的塑膠 這根金屬真的是非常的強韌 你可以一樣這兩個 凹槽從他的卡承跟 他的 懶趴下面這樣給他插下去 可以把這隻像這樣撐起來讓他這樣飛起來 卡承杜磊都可以飛起來這已經是慣例了有沒有 你可以像這樣把他展示在你的 酒櫃或是你的辦公桌上面這樣子非常的帥氣 因為VOTRAN這個角色呢不只在台灣啦 在日本在其他一些歐美地方呢都非常的人氣 高 所以你看像這樣子 這隻應該在其他地方要賣的也都是不錯的啦 整體呢除了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些小卡扣 要很小心的把玩 因為他蠻危險的 之外呢 因為他的一些配件就是他使用的一些比較小的零件 你可能把玩上不小心可能會把他玩斷掉 之外啦 其他這隻其實沒什麼太大的缺點 電鍍 塗裝跟 跟合金呢 是我自己個人不喜歡 但是呢你們可能鏡頭前面 其他人都很愛這三個東西 當然這隻 這樣子我們一起玩下來呢 不知道你們各位看完之後有沒有覺得特別喜歡 好啊大家如果特別喜歡的話呢 趁現在還沒有漲 我再強調喔 趁現在還沒有漲 趕快去買 因為阿森TOYS的東西真的是 很高拐 他東西一出完之後呢 基本上版權後面會不會再拿到 不知道 後面會不會再出 不知道 但是會不會漲 肯定都會漲 你光看那隻天威勇士 那隻背功夫 從一開始推出4000多塊 5000那邊而已 漲到你現在網路上面看 那個價錢有多可怕 那這隻Voltran 現在台灣大概賣台幣4000多 可能 不到一個月吧 這隻應該也會飛到五六千那個價錢 因為他是Voltran 吼 五師合體 所以啦這邊當然 這也是我個人 個人的一個想法啦 如果你們今天當然 有人跟我想法一樣的話呢 當然就 趕快 手刀 領錢趕快去購買 不要再等了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當然炒作的人 你們特別注意啦 這種玩具剛推出而已 就不要他媽 雞巴吵 講到炒作呢 這邊 這次介紹完了 我們來講一些幹話的 各位應該有看我上 上一個影片有介紹過那一款 那個龍與地下城的那個 那個變形骰子對不對 在我 那個影片拍完沒多久之後呢 媽就一群王八蛋 我今天講這些人真是王八蛋 就去 因為台灣目前只有家樂福 獨賣 其他地方還沒有 這群王八蛋 我再強調王八蛋 真的是王八蛋下山爛 就去那個賣場 去掃貨 因為現在台灣特價 算不貴啦 非常便宜 這群王八蛋 我再強調王八蛋 就去各大賣場掃貨 把他這些貨都掃掉之後呢 就在各社團 就看他媽一群王八蛋 就拿出來賣 賣他媽一顆七八百 就是原本那個原價的大概兩倍 這些人真的是 在東西剛推出的時候 你自己不需要 你就不要買 不要你自己不需要 那媽看有點漲頭 乾娘就全部買起來 把人家的機會全部都吃掉 雖然說 我個人不排斥這個啦 只是單純的覺得說 在一開始 你就在玩這個東西 真的把台灣的這種 這種買賣市場都給搞爛掉了 就是你們這群人 剛出來的東西 就盡量要給大家機會 你就不要去吃 不要去炒 那你今天買回去 你就算賣很高 幹你娘沒有要買 還不是都一樣 你不是囤在家裡面 還不是要賤賣嗎 我相信這些王八蛋 你就盡量囤 玩具繁斗層 因為我不相信孩子 不會把版權給玩具繁斗層 玩具繁斗層一定後面會大撲貨 你們就好好的把這些東西 抱在你身邊 幹 爛爛爛 就在那些東西陪你進去棺材裡面 你最後一定會賤賣啦 不然就是原價賣啦 你現在這樣子吵 真的是生兒子沒屁眼 好啦 該講的講完了啦 罵也罵完了 OK 回到這隻玩具了 那當然有這隻玩具有什麼問題呢 下面就可以幫我留言 隨時隨地 我們來 就是聊天 然後覺得我介紹的不錯呢 就幫我點個讚 不好就點個賽 就這麼簡單 一樣覺得介紹風格可以 就點個訂閱追蹤 啊不可以就 不要看 上一頁 封鎖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好啦 吉他沒話說了 開始頭有點昏昏的了 因為這支影片錄完已經是半夜了 我不知道隔壁的鄰居會不會要 等一下又要靠北我了 因為這是晚上了 好啦 就這樣子啦 其他都不講了 謝謝各位 就像跟各位講的 他的美型零件 換起來之後呢 就鏡頭前面看到這個樣子 基本上啦 簡單來說就是把他所有的四肢 獅子的四肢 全部都藏起來 各位可以看到鏡頭前面 這個地方 齁 但你沒有附上一個像這樣子的蓋板 當然蓋板你把他裝下去之後呢 這塊蓋板裝下去之後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手跟腳全部都藏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腿部的地方啦 他也就是改成像這樣子 就是把他原本腳上不是有一顆那個 珠珠的地方嘛 這邊 可以旋轉的那個轉軸 改成像這樣子 一小塊 就把腳藏起來 像這樣子 那這邊整個就是一整塊的零件 把腳藏起來 當然啦 每關零件裝不裝 都隨你們個人 其實裝不裝都沒差 只是裝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他的四肢會不見 就這樣子而已 那 好不好看 看個人 見仁見智 好不好 這樣